同时呢 他也有一个比喻 他说啊 譬如十五之月 像十五的晚上啊 月亮 一轮圆月 那么这个月亮呢 照在什么地方呢 照在一个很茂密的芦苇池里边 在这个水池里边啊 投影进去 月亮啊 一个月亮很清楚 但是这个芦苇池呢 被周围很茂密的芦苇啊 盖住了 所以从远处来看呢 你根本看不到月亮 如果走进来一看 把这个芦苇一拨开呢 就发现里面月亮 还是在当中 这样的比喻 大家听得懂吧 它是一个比喻 说明什么呢 他说这个芦苇 密密麻麻的芦苇啊 就好像我们的妄念一样 妄念之芦苇 然后这个池子里面呢 这个池子里面的月亮呢 就好像我们的信心一样 我们信尊阿弥陀佛不改变 月亮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名号功德 我们的这个信心来念佛 等于我们这个心水 心水之池里边 信心清净来念佛呢 信尊不怀疑 等于我们这里边 就有六字名号的功德 虽然妄念很多 从远处看挡住了 看不到月亮 但是月亮还是在 这个大家明白哈 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巧妙 非常的好 那么还有两句话呢 也非常好 流疾月不去 心乱佛常住 这是一幅对联 也可以叫做两句诗 流疾月不去 就是天上的月亮啊 投射在这个小溪流河尺当中 那么溪流的水呢 在那里不断地流淌 淌得很急速 流得很快 虽然这个流水流得很快 但是月亮呢 并不能被它冲走 所以流虽然急 水流虽急呢 月亮并不能被冲走 对不对 大家回去看这个水 都能看得到 躺下来月亮 虽然躺得再快 但是呢 月亮仍然在那个地方 不过呢 影子不是那么很清晰 虽然不清晰 还是有月亮 那么这个快速的流水啊 就代表我们的心 这里想那里想 心念呢 纷乱 心虽然乱 可是我们心中呢 还是有 那妈阿弥陀佛 所以心乱 佛常住 虽然有妄想 像那水波一样 流淌 但是我们内心里边 阿弥陀佛救度之悦 对阿弥陀佛的养性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仍然在我们心中 忘也忘记不了 是不是这样 哎 我们也不会因为睡个觉起来 忘记了 我们睡醒了起来 还是那妈阿弥陀佛 所以昨天晚上睡一晚上 也没有 也不是说不存在 只不过我们呢 睡着了 凡夫忘记了 但是忘记不是永远忘记了 起来了又出来了 就是如此 我们读再多的经典 被再多的这个法语 咒语 到临终的时候啊 都用不上 都不记得 记得也排不上用场 说到临死再送一遍 送一部经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么只有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呢 很容易 所以我就遇到有人啊 他 撞车祸 什么事都忘记了 但是这句佛他还记得 哎 那么有一位年友呢 是贵阳的 他就是 就是我上次讲的那个 的脑疫学 脑疫学呢 就是一天一夜啊 没有不省人事 结果呢 他一天一夜后醒来之后啊 的确脱口而出的 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他告诉人家说呢 这一天一夜当中啊 他已经见到了极力净土 见到阿弥陀佛了 这个是一个瞎子呢 他是一个瞎子 一个瞎子 所以我们也不必担心说 死的时候啊 忘记了 不知道了 其实那个时候呢 阿弥陀佛都在现前进行的 中文字幕后 是一个瞎子 的